第六代战机速度一直不是最大的重点 你能找得到它 不要说你是11马赫 你是1马赫 你都能打得到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两岸防务评论 我是施教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某一个研究团队 刊登了一场模拟空战测试 该小组利用一架最高飞行速度 能够达到11马赫的高超音速战斗机 对一架与F-35类似的隐身战机展开了攻击 只耗时8秒钟就将目标机摧毁 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在研究第六代战斗机 与F-35隐身战斗机的核心空战 从美国人现在讲的第六代战机的概念来说 速度一直不是最大的一个重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对于下一代战机来说 你飞得越快 相对来说你的隐身性就越被破坏 因为其实本身超音速 它所产生的红外线迅机 会异常的这样一个明显 然后以及它对空气之中的扰动的这样一个影响 会让它变得非常容易发现 所以第六代战机 其实从现在西方所透露出来的指标 基本上是把它放在一个 让它的网络中心作战能力更强 让这些飞机 它其实更加的能够隐匿自己的无线电波 能够处在一个更被动 也就是我们讲到一个纯接收者的角度 然后对战局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也就是说 第六代战机基本上 速度真的不是顶重要的东西 而且因为速度越大 逆踪性能跟效果就更差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实验是不是有一定的说服力 其实我必须要说 你要能不能够打得到逆踪战机 最大关键还是要你能不能够找得到它 也就是说你能找得到它 你不要说你是11马赫 你是1马赫 你都能打得到它 所以也就是说 F35等第五代战机 面对六代战机 是不是有生存希望 我就必须说了 现在第六代战机 它的面向还不是非常的明显 但是至少现在看得出来的是 速度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以目前西方的提出的一些概念来看 主要真的都还是以 我们讲到的这个网络中心作战能力 再强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很大量的运用在战机的操控上面了 那未来一定也是更加的强化 因为战机的飞行员未来只会越来越忙 那人工智能可以帮战机飞行员减轻很多的工作负担 这是事实 那但是你说这个技术如何能够走进那个现实 最重要还是要靠大量的资料的累积 因为人工智能它不会自己思考跟反应 它会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出 跟当前状况最为类似的 然后它就找出一个最佳解决方案 那当然第六代影声战机在高超音速飞行环机下进行空战困难重重 的确因为我刚讲到你武器的抛直 飞行这个方向的这个向量的控制都是问题 而且因为自己的速度太快 它拿来当攻击性的武器或攻击性的弹头 它的确效益非常好 而且可能它的效果会非常大 但是你说拿来当战机做空战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的寻标 寻标之后如何的锁定 锁定之后如何进行攻击 这些东西其实你的速度都是在目前 不管是有人或无人的环境下 都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今天我们的两岸防务评论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也请屏幕前的各位为我们订阅点赞跟评论 然后我们下期再会